那我知道很多人可能都喜欢制作这个数字人 各种各样漂亮的数字人 那这个技术呢 你就不能错过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音频驱动人物动作的这样一个技术 叫Echo Mimic 我们还是先看效果 大家看一下 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功的话 必定要经历悲伤痛苦 背叛 大家看一下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棒的 我这个鼠标不能放上去 放上去播放音频 大家看一下 我们通过一个图 然后一段我们克隆好的音频 然后呢 让它生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视频的效果 这个视频呢 它跟别的视频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以前如果是类似于纯形拟合这样的东西呢 它只能做头像 对吧 那这种动作的可能做的就比较少 但是这个你会发现 它不管从质量上也好 或者从我们的感官上也好 或者是整个手势的一致性上也好呢 都是非常棒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Echo Mimic 而且是V2 就是第二版 那当然如果说它的第二版 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这个技术的发展历史 它的第一版呢 其实很早就出来了 四个月之前 我们就有了这个Echo Mimic 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棒的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Echo Mimic V1 在GitHub上的页面 它的技术细节呢 我们就不用去看了 那我们就看一下它的效果 这里边呢 它可以利用这个唱歌的音频来进行驱动 也可以利用这个英文 利用中文 因为它本身应该是中国人研发的 下边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它中文的一个效果 我直接播放一个 在向你挥舞的各色花帕中 是谁的手突然收回 紧紧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当人们四散离去 谁还站在船尾 一群漫飞 如翻永不息的云 大家看着这是一个13秒的音频 这个效果呢 也是非常棒的 我们不论说它现在是一个头部的 还是一个半身的 但是你就看这个拟合的效果 其实相比较同时期出的那个Hello 效果其实还是要好一些的 那Hello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它不支持中文 虽然说我们强行的可以用中文 去做一些看起来似是而非的这种 纯形的拟合 但是效果还是没有保证的 那时间很快 在10月15号呢 我们就等到了第二版 它这边有一些完整的介绍 这个你可以去看 做的也是非常漂亮的 那我们下边看一下它具体的效果 我们同样看中文的 比方这个 那我把它放大 欢迎使用Echo Mimic V2 希望Echo Mimic V2 能带给您更好的体验 大家看一下 这个手型啊 纯形可能都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效果 对吧 可能它做出来的效果 还没有我做出来的好看 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功的话 必定要经历悲伤 对吧 我这个纯形拟合的可能会更好一些 那我这个纯形可能拟合的会更好一些 那下边呢 我们就来看啊 这个怎么去做 那你首先呢 需要安装一下这个东西 叫Confi V2 Echo Mimic 它同时可以兼容第一版和第二版 我在很早呢 就装了第一版 虽然没有给大家去录视频 但是呢 这个安装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同时呢 它在最近呢 有支持这个第二版 那你要注意啊 在用第二版的时候呢 它对显存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 它说24G比较吃力 没那么夸张啊 嗯 16G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如果说你要觉得跑得慢的话 你可以开启Low RAM 就是低显存模式 这个时候会更慢 但是呢 它基本上是可用的啊 它回头呢 也会来优化这个东西 当然也可以通过减少音频市场啊 这样的走法啊 来减少显存的使用 安装呢 也比较简单 我们首先把它刻录下来 然后呢 把这个需要的扩展包安上就行了 这儿大家需要注意啊 我们需要安装一个FaceNet PiTouch这样的一个包 来作为面部的检测模型 那如果你安装过程当中出现了错误呢 你可以参考 它底下碰到的一些问题 呃 这里边的话呢 那重点还是在这个FaceNet的安装上 如果说它要是装好之后 ConfUI就崩了 那你怎么办呢 你应该把你的PiTouch全部卸载掉 然后先装这个FaceNet 然后再装啊 PiTouch和相关的组件 注意啊 不要直接沾塌这个东西 因为它这儿写的是 呃 Kuda 124 那它这儿只是一个势力 那如果你是118 那你装的Touch当然也应该是118的 那这个核心步骤 其实就是这两步啊 那装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它的Examples里边 找到我们V2的这个视力的工作流 那么这个工作流打开之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 来看一下 很简单啊 这儿我们需要上传一张图片 然后这儿我做了一个Resize啊 就是我希望它应该是一个合适的大小 为什么我这儿选768乘768 是因为我们在它的官方的工作流里边 可以看到这样的信息 它目前的这个V3和Heat呢 就是768乘768啊 所以说呢 我在跑这个工作流的时候呢 这儿采用了768乘768 那同样这个图片 我们尽量的保证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这儿做了一个Resize 别的其实很简单 那这是一个加载音频的 你这儿可以是你克隆的一个音频 或者你自己录的都行 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功的话 必定要经历悲伤痛苦 背叛欺骗以及磨难 大家注意我这个音频很长啊 相近30秒 但是它真正在用的时候 不见得用这么多啊 因为在这儿有一个参数叫Lance 就是你用多少帧啊 这儿写的是120帧啊 然后最重要的节点呢 就是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里边呢 这个是你的参考的图片 这个是参考音频 这个是加载Echo Mimic的一个节点 加完之后呢 我们直接连上就可以了 大家注意啊 默认的你就按它这个设置就可以 然后呢 它这儿其实有很多的模式 大家先选就选这个Audio Drive 因为其他的模式 其实是针对那个V1版本去做的 这个Version的话呢 大家也选择V2啊 选完之后 重点是这一项 你要不要开 这个就搞清楚 如果你的显存太小的话 可以开这个Loreal模式 那你开了这个之后呢 它其实很多的东西是靠 内存和显存的交换来做的 所以说呢 速度会相对来说慢一些 那你等着就行了 然后这儿会产生三个输出项 跟这三个输入项连上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就是一个采样器啊 这个Seed的话呢 它默认是Random 所以说呢 你可以改也可以不改 CFJ默认2.5 保持不变 Steps也别动 IPS 25帧 不要去动就行 然后呢 就是重点是这个地方 这三个项 你可能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去调 你希望这个出多少真的 这个影片 就可以写到这儿 默认是120 Wise & Hat 当然你可以更小 比方512乘512 但是呢 作为半身照512乘512来讲 有点小 脸就有点小 脸要是小 嘴就更小 那出来的效果 肯定就没有办法保证 所以说这儿我们用的是 768乘768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视频的一个展示节点啊 这就没啥了 然后跑就可以了啊 但是跑 说是这么说啊 真正跑的话呢 不论回事啊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第一次跑的结果 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功的话 必定要经历悲伤痛苦 背叛欺贫 就是大家会发现啊 这个唇形还可以 整个的效果也不错 但是这个人物怎么就变形了呢 这个动作也还可以啊 所以说第一板跑出来就给我整懵了啊 我不知道是啥情况 所以说我就详细的去看了一下 他的这个官网上的内容 然后我发现的话呢 他的这个每一个输入项 你要注意 他的每一个输入项 他这个其实姿势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人物的景别啊 包括他这个比例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就去猜想啊 就是你用到的这张图片呢 应该符合 他的这种视力图片的一个形态啊 才会更合适一些 那这个我们需要深入了解一下 他的这个结构 那我们打开安装好之后的这个节点 就是Echo Mimic 我们点进去 你要注意啊 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进到Echo Mimic VR第二版本 这里边呢 有这个Asset 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些资源包 因为有音频 不用看了 这有POSE啊 就是这个视力的这个姿势 这个都是用NOMPY写的一些数据文件 这个数据文件在哪用呢 在我们的工作流里边 大家注意 这有一个叫POSE DR 如果你选择NOM的话 默认加载的就是 刚才我给你看的那个文件夹里边的那个姿态 那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人在动 其实就是靠文件夹里边那些 OpenPOSE的这个数据文件啊 在支持着 所以说呢 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啊 然后我们在这还会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是Reference Image啊 那我点开它 大家注意 这有很多的图片 这些视力图片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啊 它其实这个人物的一个姿态呢 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那我们也能看出来 这个人物不是实拍的而生成的 对吧 那下边我们要做的 其实要生成一个我们的数字人 但是它的这个基本的形态 要和这个保持一致啊 这个怎么去做呢 也比较简单 我们已经学了那个Flex Tools 那就我们直接用它来做就可以啊 当然你要说我用之前的CountryNet行不行 也行啊 但是调起来会比较麻烦 就是大家先按照我教你的来生成一版 非常漂亮的属于你的专属的数字人 好 我们开始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大家构建工作流的时候 对于不太熟悉的工作流呢 可以从这个Sampler开始构建啊 就是K Sampler 因为它是最终要生成这个效果的嘛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里边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参数稍微调一下啊 这个我们改成30步采样 Flex的啊 这是1.0 这个呢 我们选成Simple 就暂时先这样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Model 这个加载模型呢 无非就是加载这个我们自带的 或者Unite的这个 那你可以选一下Flex的模型 这个我们就选官方这个模型就行 WithType的话呢 你注意这个是一个FP8的啊 你可以选default 你可以选这个对吧 那这儿就完了啊 然后这个由于我们是做这个 Flex Tools嘛 所以说呢 这儿我们有一个Struct Pixel to Pixel啊 这个东西 那这两个呢 我们就连过来 Latant也是这样连过来的对吧 对啊Positive的前边呢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Flex的guidance 但是这个值呢 设的是30 你只要把这个关键点记住就行 然后这个是一个什么 这个是一个空条件啊 conditioning zero out 当然你可以用一个空的输入框也可以 然后下边呢 就是我们的VE和这个Pixel 这个你正常加载就行 LoudVE VEE的话呢 我们选的当然是AE这个 然后Pixel是你的图片啊 是你进行控制的这个图片 那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接着往前写啊 再往前写的时候呢 就是conditioning conditioning当然是一个texting code 那我们把我们的提示词写上就行 然后粘上啊 那这个前面当然就是我们的编码器的类型啊 我们的第一个当然选的是FP8的这个 然后这个呢 我们选择一下 刚爱这个 这儿我们选flags很简单 然后这个地方给它连上 那这个工作流呢 基本上就完了 下边就是怎么去implant 这个无非就是上传一张图片 你可以从我刚才看到的这对视力图片里边挑一个 给它传上去就行 因为它姿态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尽量的让这个背景和前景呢 分别的比较清晰一点啊 这样呢 我们在捕捉的时候会更加的精准 别的呢 没有什么 那我们直接上传一个 那我们就选这个 大家注意啊 背景比较简单啊 前景的话呢 也比较清楚 那我们先把它送放到百万几的这个像素 这样的话呢 它会适当的把它给放大 完了之后呢 我们来提取它的dabs 这个我就用dabs vr就可以了 注意这个呢 一定要给的够啊 这我用1024 当然不能光这个够啊 你这个像素点得够啊 然后完了之后呢 我可以把它preview一下 那这个图片其实就是我们的控制图片 那你这可以给它连上 连到pixel这 那这就要做一下修改 我们需要加这个dabs的laura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用laura 换掉这个值呢 你给1.0啊 也可以 或者你适当的调小一点也行啊 那我们还是建议不要开的太满啊 这我给0.8 别的呢 就没啥了 就这么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把它给dcode一下 下不然跑一下模型 看一下我们拿到了这样一个效果啊 大家注意啊 这个laura这选的不对啊 dabs 好我们再跑一遍 刚才我选错了laura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 就是sd15的laura是可以用在flux上面 他不会报错啊 效果呢也有 不那么精准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发现了 可以去试试啊 就是你把一个sd15的laura 直接扔到一个flux的模型上 这个是可以跑过去的 好大家看一下 哎 非常棒啊 这个动作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有时候他现在不像东方人怎么办 你靠提示词去调不太合适啊 那这样我们再加上小红书的laura 同样给0.8太阳器改一下 好再跑一遍 那看一下我们就得到了哎 这样的一张图片 呃 这个图片呢也是非常漂亮的对吧 啊 那么当然呢 你可以多生成几张挑一张你比较喜欢的就行 那注意啊 我现在还是用这一张啊 这张相对的漂亮一点 有人说 那我怎么能保证他每次都比较漂亮 你最好 有人说呢 我怎么保证他每次都比较漂亮呢 你看一下啊 这一张和这张 可能有的人说我更喜欢这个感觉啊 下边这张这个感觉 这个没别的办法啊 你可以再加上自己的laura 比方说呢 我曾经训练过一个laura 我们再加上他 然后把它连上 这呢 我用0.5吧 不用太多啊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在用这个flux的laura的时候 如果是人物的laura不用写触发词啊 你会发现原来还在说触发词 现在几乎没有人提 只有在风格laura的时候 像那种上下文的laura 那个需要写提示词 必须按照提示词模板去写 如果是一种人物的 不用写啊 他自然就会应用上 再看上去他马上就变得比较漂亮了 是吧 那我们可以用这一张啊 和刚才那张都行啊 这张呢 也没有太多问题啊 但是你要注意啊 这个有一个禁忌点就是 不要有其他的脸在上面 这个会影响echo mimic的发挥 那我们再生成一张啊 这个就挺好是吧 虽然长得不是那么漂亮啊 那这样我们就来选这一张啊 下面就会进到我们 Apple mimic的工作流 那这个工作流呢 大家就没有必要去自己去写了 你就下载一下就行了 对吧 然后上传你的音频文件 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功的话 下面上传我们的这里图片啊 对我现在也是768乘768 那这一定要改成768乘768啊 然后这个值呢 我们可以稍大一点 比方我们来生成一个240的 这样的话呢 它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啊 下边就等着就行了 别的不用去懂啊 它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工作流里边 是怎么写的 你就怎么写就行啊 下边我们运行一下 大家就在运行的时候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面板啊 可以看到里边在干啥 对吧 看啊 这个摄影的长度呢 是240帧 现在报错是吧 那就是240帧跑不动啊 现在我们切会成120帧 白闹了是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开始跑了啊 这个速度是很慢的 注意啊 30步采样嘛 然后你大致感知一下这个速度 这是一步采样完成了啊 大概是这么一个速度 我们等一下就行 大家看一下啊 现在呢 这个采样呢 已经完成了 我们先不用听声音 我们就看这个 整个的动画的效果呢 是非常棒的 视频生成的一致性啊 这个都没有问题啊 好 我们来听一下 春星拟合的效果 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功的话 必定要经历悲伤痛苦 背叛七频 大家听一下 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棒的啊 当然所有的前提都是说 音频要清楚 图片要清楚啊 然后你各个适配的都要 都要没有问题啊 这样才行 如果大家那个小险村跑不起来的话呢 就可以开LORAM啊 就是把这个打开 或者是把这个值呢 稍微的减少一点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聊这么多 大家呢 赶紧自己去试一下吧 关注我 作为一个懂爱的人 试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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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音量